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地方最冷的时候达到零下43度半 我们的亲自和现场 一个一个川鼠过来 一起向人吃山上猪 他的确在这个荒凉的沙滩这么建起来 习近平对河北塞罕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 做出重要指示强调 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 塞罕指示员的努力 从一个荒山土岭的地方 变成了现在的茫茫林海 作为塞罕林了 随便退休了 干上我的儿女子来的 一代一代地干上去 海灵的城列 请不吝点赞 松词 一点点 请不吝点赞 启点赞 肌子 请不吝点赞